前面我们说了前拷贝存在的一些问题 主要是副对象里面 如果它的属性承然是一个对象的话 也是一个对象的时候就会存在一个问题 因为副指两个对象的话 拷贝的属性承然的时候是一种引用值的拷贝 所以说指向同一个对象 改变其中一个会影响另外一个 那么今天开始我们就学习了一个 深拷贝 深拷贝学这个之前有一些支点需要补充一下 因为有个情况也要考虑就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的副对象里面 它除了这种属性承然是一种对象以外 它如果是个地质该怎么弄 因为如果是个地质的话 这个负运循环能不能用呢 这是个问题是不是 好我们就加一个东西测试一下 schools 我们就加一个学校 schools里面比方说你有小学中学大学 是不是 比方说小学 大学 然后大学 好这样加完 加完了之后呢我们也可以用那个测试一下 看这个宿主的时候也会不会有对象 当然如果你有其他的语言的基础的话 你就应该知道 那个地方是会有有问题的 因为宿主的话 不管是在别的语言 当然那个实现的那个所有不一样 Java里面它就引用那些了 是不是 对象 然后的话呢 Program 我们看一下Program的schools 好 杠链 它是有值的 然后如果我们把它改掉的话呢 会不会影响 schools 然后 它也是会影响 是不是 这个宿主说明也有问题 那么接下来就问题来了 是不是 这个for循环能不能这样用的宿主上面呢 我们就先补充这个知识点啊 比方说我们在这里呢 先定义了一个宿主 ar等于123 然后呢 我们用for in循环试一下啊 fair p in a r 然后conc.log p 是个什么东西 关键是这个啊 然后那个conc.log的话呢 应该可以知道啊 conc.p 这个呢 就是可以猜出来是个什么东西啊 我们可以看到p呢 就是012 那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其实这样for应循环呢 是可以用在宿主里面去的 而这个p的话呢 就是宿主的一个下标 是不是这样 那么有了这个知识了之后 我们在写那个深拷贝的时候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 在这个循环的时候呢 如果它的那个 我们判断出p的那个 当前这个尘软是一个对象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开始想办法了 怎么想办法呢 就要把这个 把这个东西就是把它的属性的对象取出来 然后地规再调用这个方法 把这个东西呢 本身 传给了个方法来完成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好 有了这个思路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写的试一下了 把它放个形 Extend deeply 然后呢也是这样 pc回撤 然后呢 前面呢是一样的啊 可以这样写 然后接下来就for循环 for in循环p 关键是这个地方就不是这样写的 应该有个判断是否在if 它是一个对象 比方说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判断啊 typeof p的杠这个prop 如果它是一个对象 是不是 那我们就要干什么事情 等等 比方说object是个对象 然后我们就要干干什么事情 暂时不管 如果它不是的话呢 是不是很简单 else就干什么 c杠prop就是前面的 我们就等于 p的prop 是不是这样写 那么重要是这个地方怎么弄的啊 如果它是一个对象 依据我们刚才的分析 你要把它进行一个处理 因为你还要判断出它到底 因为不管是宿主还是这种东西 它的那个typeof 只能都是我们接口的 如果是宿主的话呢 你想想如果我们要D规定用啊 Extend deeply 你是不是副对象就要变成prop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本身是个对象 是不是 然后子的话呢 子的话我们就要用c杠prop 是不是这样写 然后这样写的话呢 你就就有个问题 因为这个子对象 这个子的东西你还要弄出来啊 到底是弄成个什么样 如果它是一个对象的话呢 你就要需要把子对象弄成这样的东西 弄成一个这样空的对象给它 然后地规的时候就是 然后它就可以走到这个流程来 然后把它一个个加进去 如果是个宿主的话 你要变成这样的东西 它才会那个货循环呢 就会往通过那个索引值 下标往里面那个数字里面添加东西 是不是这样 所以这个地方你还要有一个处理 就是那个cprop等于什么的问题 所以呢我们这里就写个cprop啊 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值的情况的话 就需要有个判断 等于它的时候 等于数字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这样 如果其他情况下 我们就是这样 这个三元用算符 然后这里就写个判断 那怎么判断呢 就是c就是p的 如果它的拷贝的对象 负里面的对象 这个东西 它的是个宿主 怎么判断是宿主呢 比如construct construct等等 这样判断 判断之后呢 我们就是把那个值复过来 然后就可以低归掉用了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测试一下 在这里少了一个什么 少了一个不期望的符号 else 我们来检查一下 这里是不是多了一个东西 然后任性看一下 这个没问题了 没问题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测试extend deeply 这个时候我们就用deeply了 program 然后不是program 负得现在浅了 person.program 然后接下来 program.course-0 我们还是把它输出一下 然后接下来就把它改成一个 随便改一个字 然后我们就看一下person 它会不会有影响 没有影响 这个申考费就做到了 当然你也可以测试一下 这个program的address.home 我们就把它改成 这样随便改一下 然后你看一下person.address.home 它的值呢还是保留不变 也就是说申考费达到了我们的一个目的 这是这一种 这种通过拷贝的方式继承的话呢 就是一拷贝完毕了之后 富于智能就没什么关系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如果你了解gQuery的话 你都知道这个extend的方式 其实就是gQuery的继承的实行方式 这是这一种 我们学的对象 就是纯粹的用对象致命量 显示创建的继承的方式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我们不是学对象的话 还有另外一种构造函数 创建对象的方式吗 那种情况下 那怎么用 用来用来拷贝的形式来实行继承呢 比方说我们用 写个函数 parent 然后nace.name就等于一个abc 然后nace.我们还是按照模拟它 address等于一个对象 然后这里呢有个home 我们把它简单一下 不要写那么多 这个负构造函数写完了 然后接下来写一个 子的构造函数 比方说child 接下来的话 如果我们要拷贝 怎么个拷贝法呢 就是说白了 就是这样 当你留一个child的时候呢 那个child里面 书院也有name 也有address 你怎么弄它 想到那个方法没有 是不是可以这样 parent这个方法 这个调用 然后点call 接下来就把字级传进去 是不是就搞定了 然后我们就像这样 也是跟刚才一样 Lang过一起 然后等于比方说加法 这样写完 写完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测试一下了 看可不可以 好任性 阿菲阿的一个child等于6一个 然后c.names 是不是等于abc有了 c.address.home 也有了 是不是这样了 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这种拷贝的目的是达到了 另一个就是以前的知识 他有没有那个刚才前拷贝 生拷贝说的那些问题 我们就可以测试一下 比方说flp等6一个person apparent 不是person 然后p.home.address.home 回测输出的发现是home 是不是 接下来的话 我们把那个改一下 等于child的address 然后p.address.home 发现没什么关系的 本质然也其实也很好理解 因为你在这里parent 调用的时候呢 就是调用这个函数 把这个child的类似传进去 其实就是相当于把这个c传进去了 是不是 c.name执行一次 给这个name创进出来 再添加一个属性 并把它直负为abc 只要在这里的时候呢 添加一个address属性 然后把这个对象呢 创进一次 附到这个指对象这个c这里来 相应的 如果你在这里用个new parent的时候呢 溜一下 还给parent的这个p这个东西呢 加一个name 加一个address 同时这个东西也创进一次 两者指向的是一个不同的对象 所以呢 不会像请拷费那样 引用共同的东西 当然这也是一种实行 通过复制来实行继承的方式 主要是通过构造函数的方式 因为说到这里的话 我我曾经没有说出一个话题 就是什么的 因为这个东西 你把它当成一个lay 再使用用来创建对象 其实它还有一个层面的意思 就是什么 这个东西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 加法里面的lay的构造函数 是不是 前面我们用过的什么 这个传一个对象啊 这个这里面有啊 就是内部 把它当成个构造函数来弄 是不是这样的 这个构造函数的时候呢 你这样使用的话 其实是相当的干什么事情 其实是相当的说 这是个构造函数 这是个构造函数 然后你在这里调用 是不是相当是籽类 在调用负类的构造函数一样的 就是这个意思啊 关于复制的方式来达成基层呢 主要有这两种 有这几种方式 一个是前拷贝 深拷贝 当然是主要是针对对象致命量 还有函数的方式呢 也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啊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